好我們已經來到清水休息站 今天這集影片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這次我們要去挑戰我的第一次武嶺 就是FSA他們舉辦的 圓夢武嶺杯 那今天這影片的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挑戰這次武嶺之前 我會做一些什麼樣的準備包括前一天吃什麼 然後怎麼設定調整我的腳踏車甚至是我的補給怎麼分配 都在今天這支影片跟你講 那我們就繼續前往南投 GOGO 我們已經來到了南投埔里 這邊就是台灣地理中心盃 也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那這是我們明天參加武嶺的這個西京武嶺的起點 明天就要從這裡出發一路攻到武嶺總共全長大約是55公里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先來去檢查一下車子有沒有什麼問題吧 剛好隔壁就有一間車店 GOGO OK 我們已經來到了南投埔里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地理中心前 就是隔壁的這個SOR375 這是我們明天圓夢列車的起點站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場步中 然後我現在來檢查一下我的車子 順便稍微打個氣 那通常就是開始比賽前還會準備一些什麼細點 就是檢查還是 像我們剛剛有幫你灌氣的時候有幫你檢查到你的氣嘴這個的聲音 所以套了一個這個橡膠筆墊 再騎乘就不會有聲音了 OK 那如果說我們要大缸全部做檢查的話 那麼我會先去檢查你這邊有沒有鎖緊 所以我就這邊往下壓一下 好 確定這邊有鎖緊 四顆螺絲 那接著我再用腳夾住你的前輪 左右轉一下看看你的這個四顆螺絲有沒有鎖緊 就這樣轉一下 你這邊有鎖緊 再來的話剛好這個位置 我們再檢查一下你的漸片 這邊有沒有鬆掉 我們就用力轉一下 好 轉不動的 那麼代表說你的這個上下跟前叉是有鎖緊 那麼前面的話這部分就都沒有什麼問題 OK 好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 這樣壓 沒有聲音 那麼這個也是有鎖緊 有什麼問題 那麼我們在檢查煞車 最重要的 壓一下 確定煞車 也沒問題 接著變速 就每一檔去調整看一下 你的那個 極限螺絲調到上面的 OK 這樣就比較不會 好 讓我們在極端的這個電法看看 看會不會有人撈雷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騎武嶺之前都可以來這邊找你就對了 對 而且這邊有一個比較特色的地方就是說 有缺什麼東西基本上我們都會有 像縫衣背心 還有外套 還有一些 細死人的能量影 然後都會有 所以你們這邊算是 攻武嶺之前的最後一站補給點了 上面應該沒有車墊吧 上面沒有了 所以你去武嶺之前 真的什麼都沒帶你還可以來這裡 地理中心旁邊 就可以做你最後 供頂前的一個補給 然後我這邊的話就是收費150 我會提供罐洗包 浴巾還有罐飲料 所以那邊可以消 可以洗澡 那我們明天再回來洗個澡好了 對 太棒了 那邊洗完澡 再開始我去 不然還要回到台北 好遠 好啦 那車子已經調校差不多了 我們待會就回到飯店 check in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明天 賽前準備吃些什麼吧 飯店見 因為我們明天要從南投 這邊是算埔里出發 就地理中心被出發 然後因為海拔突然從零到三千 三千二左右 是有一點點太高了 擔心會有一些高山症的症狀 所以我們先來藥局 要買 那個 高山症的症狀藥 但我剛剛Google一下 好像 買高山症的藥是買那個 是藍色小藥王 好像是威爾鋼 但是 我個人覺得有點害羞啦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 要臨時來 拆拳 由我跟 導演 還有攝影師 剪刀石頭布 輸的進去買 準備 剪刀石頭布 你要去買 你就進去然後跟他說 我們要買那個 高山症的藥 然後 威爾鋼來個三顆 好我們在那邊等下進去 真的 進去啦 什麼高山症的藥是講怎樣 揮盒鋼 我猜看給大家看嗎 開起來看一下 他很貴嗎 他這樣一盒多少 看人家建議收 1200耶 有爬山 高山症的藥 真的是藍色的 藍色小藥王不是在 不是在公升球啊 好不好 好啦 這次你輸了買這個 那個醫生有問你什麼 他有說你是 看你那麼年輕 然後就需要吃 還是怎樣 沒有 我跟他說我去爬山 現在就沒有什麼 我想說你如果沒講 然後你說你要買威爾鋼 他應該會 蛤你這年輕人在吃喔 你可以來看移青姐 好啦 剛剛就開玩笑的啦 那我們就去飯店check in吧 好 已經check in完 剛忘記拍了 我通常比在前天晚上都會 先調配自己的這個運動飲料 然後我剛加的就是那個 Redsound的電解值 就水動能 然後他是可以補充我的電解值 在比賽中比較不會有抽契的現象 他就是我的運動飲料 然後我為什麼要前一天用 因為我要把它冰起來 現在天氣太熱了 不喝冰的有點受不了 走吧 前一天呢接下來我就會準備一下 檢查車子 雖然車子在剛剛車店已經沒有檢查過了 但是我還是會檢查一些 也需要用電的東西 例如說像 現在的功率踏板啊 然後還有這個電便 然後我都會去按按看 他的那個電 現在電量顯示如何 也都充電差不多了 接下來 就是到 裝備的部分 就是明天穿的服裝 還有拍攝會用到一些器材 好接下來就是檢查裝備 明天要穿的車衣 車褲 還有 車服 這是背心不是車衣 然後還有 心跳帶 接下來是 隨身會帶的車表 還有GoPro還有電池要檢查一下 因為隨時要拿出來 那因為車上會架另外一台360 所以 那個鋼就已經架好了 OK那補機品的部分啊 我們會先把 明天要吃的東西拿出來 就是一個早餐 果凍然後加一條 這個是 Pro 那 這兩個東西就一個是補充 基本的熱量 還有 就是開始騎之前 所需要先稍微補一點的氨基酸 這就是明天早餐 所以我就會把 隔天早上要用的東西都先放一堆 這樣就不會漏掉 那 這邊呢 因為我們這次啊 是有補給車 所以 我覺得 身上只會隨身帶一條 這個Shot的部分 那其他東西就是 隨時需要的話 我就會跟車上拿 那我這次準備了蠻多的 就是 除了 因為這是第一次騎啦 有點緊張 不知道該怎麼準備 所以我就 先背了很多 但不拿在身上 就丟在車上 就準備了很多Shot 然後 這個Go的部分 就是睡前 待會就要先補充 因為通常我都會在前一天先做這個 安靜酸的超補 隔一天才會有 比較 肌肉會比較好的 良好的狀態來做比賽 然後有準備這個葡萄糖 那葡萄糖的部分就是擔心會有抽筋的情況 因為都是上坡嘛 所以還是會準備一下 這個吸收之後 它的葡萄糖加電子 比較 會讓肌肉有 還OK的狀態 比較不會抽筋 然後我也準備了 就是32GI的這個 就是咖啡因 因為 很怕一起來的時候很累 很想睡 所以準備了咖啡因 然後吃一下會比較亢奮 然後在真的騎不動的時候 可以再來一條 就是 準備一下大概是這些東西 那明天 騎乘大概預計可能要三四個小時到四五個小時 我不知道會騎多久 所以我們還有多準備了兩包果凍 就是真的肚子餓的時候可以先補充一下 早安各位 現在已經是4點 50分 準備出門了 卓裝中 好 我們等一下 準備 吃 一點早餐 然後吃上藍色小藥丸 就準備出門 待會的活動是5點到5點50分 都是 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後大概6點 會準時出發 吃一點東西 主要早餐就吃果凍 然後 配一條這個 然後我有準備了咖啡 希望可以醒來一下 我們現在才4點 可是要騎 4個小時到5個小時左右 感覺 騎到後面很崩潰 因為沒什麼睡 等一下再吃第二條 藍色小藥丸世界 白痴你拍那個幹嘛啦 出門了 電視頻 不見 電視頻 在那邊 打開 別人 你 我 在那邊 操心 在那邊 在那邊 我 在那邊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